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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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仙草没死 没仙草很危险 是 但是 这种画面 第一波打不死 第二波就不一定了 带泽后面越来越强 两极毒之后 电魂是不敢这么抽的 对 就带泽就算A你 就不掉血 只去那个MARP你就打不过 是的 想都别想 又来 没事就A你一下 就是打一个消耗 电魂也是在出瓶之前直接运了个大药 他知道没有这个大药自己出不到瓶子 肯定要死了 但这个大药贴上的话 带泽反而这状态有点残 这样的话 电魂应该是能顺利过渡到自己的瓶子 但是 带泽已经有瓶开始控浮了 电魂必须要在没瓶的情况下 吃掉这个渗水服 对他来说状态是回不满的 特别是蓝量上的消耗 要把两副全给带泽 这条线就不用玩了 但是 金卡克的贴确实是绝合 上路选出来打九仙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VS加TA的双肩甲 而且牛这边其实也疑似的前几级不好打 他虽然等级高了之后的95很克制TA 但是 前几级自己等于是没有三技能 没有额外的护甲或者闪避的情况下 被TA打一顿是挺痛的 是的 我觉得上路之前还是要 九仙在有一段时间发育把等级说 应该说 净杯酒一脚踩 VS这波非常危险 应该更新 欢迎有一波互换吗 特首魔棒回头血后面动过来继续追着打 还差一下 收完走花 看看能不能全身而退 开心 九仙拿到这种人都虽然火刀少 但几乎不会被压太多 出到自己技术装之后 就是越战越好 TA6级之前 就是 九仙从三级到TA6级之前 他是越战越好 是 但蓝胖这波有点危险 云了一下猪 主要是被黏住了 对 在这种没有兵线的情况下 寿王招出鸟一直黏住你 基本上这种辅助是死定了 但是DarkMarco目前来看中路已经开始有点坐牢的迹象了 不是 我发现他其实在想办法 就是他出门是没有出任何属性装的 他想裸出这个瓶子 但是没有做到 对 我是觉得很多时候你这种出装路线 你上来就不应该凶人家 你就应该利用自己蓝量先把这个评委出来再说 但是你本身身上就什么都没有 你还非要上人气人脸就很过分 他可能只是想拨抽几点弓 然后补刀好补一点 但是没想到墨炎不是那么好惹的 21-12 雷泽在中路目前只有9-0 但是九仙在上路也是遭遇的同样的事情 这边不肯爱你之心的话要被 那肯定是要被逼出来的 他想再溜他们两个一分 对 想骗一个锤 假锤 骗了一手 肯定要死了 近身了一脚 再采花锤死 A一下 对Stinger一个 S掉了 是 这操作给秀倒了 这边只能叫TP了 这边太难受了 电魂打带则 我确实没想到 可能TA打带则也很难打 就是他们这两个人打带则都打不了 所以选了一个 金帕克更想玩的去走优势路 然后把电魂这种偏功能性的放在中路 坐坐牢了 这个牢我不能去做 我金帕克不能做 我团队核心 是的 你帮我扛住这个对线 我carry 反正你就穷一点 该出BK 出个BKB上去把战场开起来 我收割就行了 伤害吃住 里面主要是上路黏住贴翼 也不是很大 就是一个魔棒 卡刀都不让补的 就切 所以说之前看很多队伍在面对BK 一段班圣囊刺客还是有理有据的 开始摇人了已经 摇人是没用的 这个对线摇人是没用的 就是他可能只能反掉 反掉眼 这个眼反掉带着没法从低波凶那个 高破的电魂 这样会让电魂能多不几个刀 但是多摇两个人可能有用 有垂住 没有搏杖的 这一波没办法 但是另一侧 最肥的TA可能要被突破了 你加油去中 肯定没人能帮你吧 过来跟开了折光向后走 折光破完之后一发普攻 牛拿下人头 我觉得这样的摇人 使得不尝试 就是你明着摇到中路 还是在中路待了这么久的情况下 你边路的大哥都在坐牢 是 这样其实就算杀一波带责 首先带责 并不是这个阵容的战术核心 变回中卡正受到攻击 其实你自己的战术核心还阵亡了 而且本来一个站得很稳 越站越稳的上线 就已经越来站不住了 看到大老师 直接给了64台 电魂在这个位置应该要死了 外在旁边 但是关键是垂谁呢 垂了后面的戴泽 这一波垂完之后 应该是把剃刀救下来 还为了喝吃素 是的 在三选一的情况下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没让戴泽去上堵 残血逃生 但是下路弄到这边 被两只猪虎 想先杀这个兽王 有三级的月光死 拉比克的伤害可能 并不足以受到露娜 九仙也赶了过来 先敬杯酒 敬杯酒应该是死 一根 弱化能力给一手 但是死肯定是死了 就看人头是谁的 稳稳的给到谁手手上 而且前期这么不顺的一个九仙 不但经济补起来了 已经在六分四十秒了 他下路杀这个人之前就赢到了 对 对 可以说牛 这局的抗压做得非常的好 七分钟的经验服 这边 Y队想去偷 但是兽王直接走了过来 做了一个拦截想拉 拉圆骨吗 哎 不路 这边篮旁不但能封掉这个圆骨 他应该是知道对面有人了 对 圆骨也没封掉 但是有这个信息 其实九仙倒六 这波圆骨 后面还是可以做点文章的 是的 我觉得他们可以 把九仙 就是不用去突破圣堂内路 圣堂内路很难打 你要很多的睁眼 而且踩到陷阱 可能自己会被团灭 但是 如果把九仙摇下来 跟着 比如说十分钟那波车 去打这个下路一塔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战场 会比去进攻九仙内路 可能会要好一点 但是如果 一些把上线割了 拿完上塔再去下 也是一个很好的节奏 就看BC 反正BC我觉得他下路是要不了的 上路可以守 我个人可能会认为 老干年去打下路意义更大 因为你把下一塔拿掉之后 本身中路雷则的作用很小 你再把中一塔一推 你就可以很有效的 去控制中堂三角区了 是的 如果LUNA的这个加点 它是一个偏对线 对抗的一个加点 看的比较多的LUNA的加点是主被动 然后月光一般点一级到两级 还是偏发育吗 因为其实被动也是一个对线很强的之后 它同时加自己的攻击和补助的攻击 甚至在网上对线的时候加所有人的攻击 是的 这波来了 想睁眼一查 找这边的尚当刺客 往前有个眩晕 VS再往前赶 但是戴泽也赶到位了 后面拉比克 看起来的速度稍微不是特别的快 有机会先加新眼防灵吧 LUNA把大招直接开了起来 拉比克直接送阵亡 VS这边也已死 正面吹起了一手雷则 尚当刺客在方圆还在C 也暂时正面没有换掉任何人 零换二之后马上可能要零换三了 想上来硬拼一波伤害 LUNA刚住了这一波 那这样的话 奇迷帕克的状态倒是比较不错 可能老干的要选择后撤了 有在关键的时候切出一个关键的奉圈法 挡了接的一击击 还在操作吗 想直接TP溜了 是的 奇迷帕克的TA也是非常老到 提前就在那个上坡地方放了一个陷阱 而沃反也是非常快 踩了一个 满时间有伤害的陷阱 就是直接选择踢走 是 档干爹是不断的利用九仙戴泽 前期的战斗力疯狂的发起攻势 这个榴弹是这么丢的吗 耗你点血回去吧 你看雷则那身装备 对 Nothing to say其实没有想上的意思 只想耗一下这个雷则 但是感觉外对 他第一弦应该是没有看到拉比克 如果拉比克不在那个位置 他是真的能杀的 对 他主要把他粘住戴泽上来做A两下 应该这个雷则就要回5秒 对 这个独多续个两三秒 然后南方再去运一下这个 宋王也是害怕矿被收掉 直接叫来拉比克一起打矿 因为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九仙下个大招 十分钟对博士肯定要来找他了 赶紧刷完 好 在两瓶地撑的效率还可以 是的 打光了 但是这边来能不能收掉人头 是个残血兽王 Luna晚上视野很大 哎 没往前走 但是确实位置也有点远 他就算往前走 看到兽王残血 但是往塔下追的话 兽王有吼他不太好杀 对 而且对面是有下一塔在的 而且Luna的大招在CT 他刚才是想单杀 上路放了 对对 上路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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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区有很容易放 这是一个 围绕兽王TA做文章的 一个双圆虎子放的打法 这样就算对线吃了点亏 但是有地方能补起来 这样把对线掐给补回来 而老干爹现在暂时 还没有趁对面情况的时候 去对对面的边路 两个防御塔发起攻势 感觉有点浪费的情况 和防御时机 然后选择一个鼠BUFF 没有加燃油弹的这样一个加点 是想把自己三大哥的 这个攻速一速都拉满 因为他们确实A人都很厉害 对和Luna光环的话 是 这波想刺兄弟开悟 往下路突破 这波TA节奏起得非常快 我一号位TA 某种枪之后直接进雾了 这波Luna肯定想不到 被吼到是肯定会死的 往后再走 这波有可能意识到了什么 戴泽的位置也非常不妙 如果他踩了这个高台阶 可能是他死 但是戴泽非常谨慎 往右边走了一步 试探对方的反应 发现对方人都在往左边靠了之后 自己也藏了起来 九线这边直接来找人 但是队友有一点跟不上 但是感觉这一波如果说BC 开悟是无功而返的话了 LTT是可以接受的 上塔华先生单拿 信息非常明显 BC所有人都在下路 老干爹是知道的 但是BC想强打 剑魂隐身符看到戴泽 戴泽这个位置很难走了 往回一叼 手上的话是没有学习搏葬的 蓝胖这边刚刚踢过来 这样的话雷泽已经收掉了戴泽 是的 这个加点是有点贪了 但是另外一边 牛主动开大提前杀死了 是王寿王交了口之后 还是门迪士免免云难 而且达克马克这边也在被追击 小熊猫有弄大光环在 人非常痛 往前再找机会 又没有零体牵引 把这个剃刀留下来 哎呀这靠子 他移速太快了 我的子熊猫好像没有操作 这边反手再过来一捶 露娜对面已经包了过来 赶紧向后走 偷了到月光直接收掉露娜 蓝胖先后撤退 九线也非常的危险 是的 赏金神符应该没有机会吃到 并且等力得上减速到蓝胖 大家感觉这一波 老干爹可能要挥的非常多 再过来 一个剧毒之初 蓝胖还在向后走 带泽反而是要被带泽 不是雷泽反而是要被带泽收掉了 是的 带泽来收割了一波 VS的血量可能也要被毒死 但是VS直接选了TP 哇这个骑警方灵也顶住了 反倒是后排的VS也再次倒地 而且是TP过程中被毒死了 那这一波好在是带泽复活时间比较短 这一波还算是打回来 一个三人物想偷袭TA 虽然自己状态残了 但是没想到被树林里的拉比克给破误了 利用这个TA的陷阱 是看到了对方开悟的这样的信息 所以的话TA是早早量长而去 但是下塔的话 BC在老干爹玩枪的这个防守下 是没有拿掉的 这波下一塔倒是守住了 不过前面的经济又是没了 对 把TA送成了无界飞 提现两百块的经济 拉比克偷了一个LUNA的 三级还是四级的月光 战斗力特别强 伤害太高了 一般来说打拉比克LUNA月光 不用学那么高等级的 现在可能LT要稍微把截刀放缓 更新一点装备出来了 而且BC其实也不急 TA收割了一波之后 表示我想去刷下一件关键装 而且我出的肯定米队面快很多 等我暗灭之后 兄弟们我们再集合 再打一波 而老干爹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 他们前期的这种 拿塔节奏没有打起来 只是在被动防守的情况下 还有战损比较高 而牛的九仙也是选择小谷 所以如果没有做大锅 只要点击周末会要 16秒的大招 往后走 给DD5抬了一波 那这一波 好在牛是被保住了 另一侧有暗影之境 问题也不大 不过这波彩花 能离他上减错 反手一个恐吓 那的话先后撤退 VS这边反手一半 但是九仙这个时间点 大招应该已经好了 林子玄给了一朵花 给到VS身上 VS也被送走 前方还能再吹 吹起一个拉比克 可以 如果能留下拉比克这个大 就开转了 落地之后 四只熊猫已经爆炒到位 一个反转一锤 后面去上独之处 直接送走 发现牛是真的不太喜欢 用那个子熊猫的暴影 感觉好多波 他如果能把人稍微暴回来一点 其实都更好杀一些 是 就刚才虽然没有必要 但是他其实 如果能把拉比克 暴下那个低波的话 可能杀得快一点 就更安全 对 而且这个零体牵引 它不只是可以抱对方 也可以抱对友 很多时候能起到一个救人的效果 那个技能我印象最深 还是当时在我们中国DPC的时候 就是项羽有一波 分身之后 卡在那个月记 那个门那块 然后他没有办法过去拆夹 愣是用那个零体牵引 两个零体全过去把夹成 哈哈哈哈 Luna的前期无解飞 Luna的前期无解飞 Luna经过几乎的战斗 自己一阵亡之后的经济 是掉了下来 没有做到无解飞 而且我觉得可能对老干爹 不是很理想的一个事情 是在于中路雷泽前面 其实是崩盘的 但中路一塔还在 而且下一塔其实也都还在 这两个防御塔没有推掉 会比较限制老干爹的一个进攻路线 对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 Luna这个加点其实刷钱 不快 他虽然现在已经把光环和那个月人 补上来了 但是之前的一段时间 他刷钱速度是没有TA快的 对 这个经济也是 以前了他将近2000 案面已经到手 魔晶也是在15分钟准时买到了 这样的魔晶陷阱其实 会对老干爹前中期的进攻 形成很大的一个阻碍 就是比如说你九天顶前面 你踩了一个满魔晶陷阱 可能开不出大阻就死掉了 虽然戴泽 对戴泽也是有影响的 戴泽想救人的时候 放不出技能 对 经验老道的帖会在 后面放一个陷阱 沉没戴泽 是 戴泽也是做到自己的A战 但是老干爹这个时候 哎 踩陷阱啊 两个人都被陷阱沉没 可能找戴泽 捕了个锤 能不能满刀掉一下直接送走 另一侧反手 蓝胖应该没什么问题 Planet已经在第一时间TP想要用自己的大招救掉这个戴泽 但是还是来几次太高了 双肩加长的戴泽 一个戴泽放不出来 这样的话 神唐刺客还是把截都带了起来 而且目前对老干爹最危险的事情是终一塔一掉 如果下一波再稍有不慎让TA把盾空到 那那个时间点可能是老干爹本场比赛最难扛的一段时间了 感觉这个时间点 戴泽在分身攻击前 反战都不是很好打的 一个级尖也没有说大骨灰 他出的是比较多 怎么说战斗里没有拉满的装备 对 在这个时间点老干爹是有点想继续刷钱的 就是他刷到后期其实也能打 但是就他没有想去跟DC争这个节奏 他等于是把前期节奏放给DC 而且我觉得他这边其实从刚才吸引方凌选择 去做麦达斯之手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昨天我们在解说的那一场就是 他没有想去硬往后期拖的时候 他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功能性 就是莲花宝珠加上推推的一个装备路线 对 但这把他如果选择点进手 那老干爹可能会觉得 我哪怕这个时间点节奏输你一筹 但我主要拖住了 我后面还是很好打 就是在有蓝胖这个英雄的情况下 感觉所有人都想往输出去走 就九仙再出灰要想A人 然后先行方凌也想出点进A帐去A人 这个思路是可以的 就是他的强势期很晚 他的强势期再要等到九仙灰要花仙子A帐 然后带则分身符之后 就是前期反正兽王TA的这个节奏 他们断不下来 但是他们在刷弦方面也是不落下风 虽然TA很肥 但是他们的其他三大哥也不是真正的账 我就是这样的话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容错率会偏低 每波团要不要打要想得很清楚 这个时候老干爹想接团吧 这个地方不太好接团 高开眼是被发现了 大招牵手开起来 板砖砸住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大招 我感觉战场不是很好 这波零米天一牵回来 VS可能要牵死 我这个输出真的 LUNA光环加这个 还是低估了LUNA光环加9仙大的这个威力 这四兄弟一骑射 感觉VS血条瞬间就没了 但是9仙大招即将结束 虽然说没有VS 雷泽已经有点包抄到位的意思了 他们把这个高开眼抢占了之后 BC处于一个被动的位置 但是他们也只能做到现在 因为BC其实战斗力非常强 狩王大只可以贴暗灭跳刀 是BC的最强一波 而且电魂有加速服BKB的情况下 正面老干爹是打不过的 他们只能见好就收 趁着BC的辅助踩眼 然后直接杀掉一个辅助就走 但是正面真的打起来的话 他们不是BC对手 所以BC也是知道这一点之后 在熊毛熊仙梅 他直接选择了打盾 然后他们控盾 然后给LGD去缓一个9仙大招的时间 两边做了这样的局舍 同时LGD应该可以推掉BC中路的一场 是一个正确的角色 我先这把这灰药之后抢了 然后魔精也准备买出来 两边都有能单挑魔方的英雄啊 是 左边是戴着的 Tomsson之前也是过很多次的星矢 星矢出发暗影波去单挑魔精 一个人就能做到 而TA的话是传统核心里面打魔精最快也都不上 哇这两下 协议方琳太怕TA了 在有TA的情况下 协议方琳这么走路就 基本上就是踩到这个地方 因为陷阱的沉默是毫无预兆的 而协议方琳 他在自己走得膨胀的情况下 就是开不出自己的二技能就会死 但是大老师还是给到老干爹更高一球的胜率 对 好在这边有BKB顶掉蓝方的火焰爆红 不过LUNA反手开起大招 往后VS换了一抢劫拉皮克 那LUNA自己非常危险 再给到月光往后想拉扯 能抬到这边使用手不当 戴着雷德的BKB已然结束 直接被打死LUNA幸免于难 这就是戴着对于右边阵容的一个克制 这一波是展现了出来 而且LUNA自己的基础也够好 才有2000多滴血30点护甲 面对电魂和VS的双减甲加纯粹物理伤害 其实是抗性蛮高的 是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雷德太穷了 他只有BKB 对 他什么时候没得意 他可能多个细带LUNA就死了 他现在只有7800的金币 其实他也是想抓住这波机会想发个财 对 BKB第一波9秒BKB这么开肯定是想杀个人 杀个大哥 自己可能赚1000多块钱 没想到自己还是赔本 其实他这样打的话 也变相将近脱掉了TA一分多 一分钟盾的一个时间了 其实老干爹已经想好了思路 因为BC这个阵容 他是有实现的 他是一个TA电魂加射王的三个 他打到越往后打是越弱的 他如果不能在中期结束比赛的话 他将会 这边9000脾气这么暴躁吗 直接想开大单杀这个VS 往前跟板砖一砸 可以看一下这一轮骑射 换一下拉米克 想换的时候被爆了 爆了一下 刚才谁说牛神不会用的 不会是我吧 建议自己反省一下 这波要看有减速 还在继续找这个拉米克 板砖先砸住 杀是杀不死的 但是 找点击回来飞回去 然后再过来一轮骑射雷格赶了过来 拉米克还差一下能不能扣得掉 还是拼掉了 然后9000赶紧给自己和威酒 原定一波TP 没有任何打断能力 杀了还走了 在四个人里面装逼 我 我的 这个杀不死是木汉 建议一会儿给牛神发个微信 对不起 小看了这个灰药的输出 我在想 正常的九弦分身 没有那个灰药的话 应该是打不死的 但是有这个灰药就不一样了 而且我印象之中就是我们刚才他杀完VS 我们切掉下路看老干爹在追击兽王的时候 我感觉拉米克应该直接奔着高地回去了 但切回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 拉米克还在高地之下 就牛神对这个伤害的判断确实很好 因为正常情况下 因为是白天嘛 白天他在力图另一边的话 是享受不到这个Muna光环的加成的 如果是晚上这两个人碰一下就死 但是 就是肥的九弦 有灰药的九弦就是不一样 两击大招 然后配上一个灰药 刚才也可以看到那波伤害立竿见影 老干爹 选择了在BC带盾最强势的时候 没有跟BC爆弹 而是在地图的角落进行了一波 一波又一波的单杀 给你打了波游击战 对 就是打游击 打得很聪明 然后直接把这个经济又是扩大到6000 现在BC已经有点赢不了的感觉了 因为Nuda已经做出了最克制TA的装备兵眼 GPAK应该还在想 我这个TA这么肥 不应该是我们抓着对面打 对啊 兄弟们怎么回事 怎么到处在死人 因为这个死人会让TA的结 就是本来他想压着带也压不了 他一个人不敢走路的 需要辅助跟着他 然后辅助却没有跟着他 然后他就变成了自己刷钱 但是刷钱对面三合都很肥的情况下 自己的兽王和雷泽已经刷不到钱了 就见面就要被杀 而且他这身装备如果不考虑打对面做BKB而是做MKB 其实是一定要利用这代柔杉拿到一个很大优势 面对这个站在塔下3000血 36点甲的Nuda 其实也是望而却步 反而是老干爹想在9000大招之后主动球团 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打得过了 带泽是有急速的 看两边 拉比克直接踩花 带着回来补一波伤害 拉比克正面可能要直接被打死了吗 还差一轮骑射有带泽后面继续有输出 正面是吼了一手熊帽9000 他把他吼出去之后没有输出 而且这个恐慌给的太好了 露娜再往前继续成成一个追击 这波应该是可以留到这边一个兽王 净杯酒减个速过来再来一脚 动动兽王同时另一侧BS也被留下来 瞬间完成了一波0换3 有露娜光环蓝胖buff 大家都能A人的情况下 老干爹的阵容是完全不缺输出的 只要BC失去了反抗的手段 像这种辅助先被抓一个技能没放出来 又死电魂又不在正面的情况下 他们是完全打不了 因为他很需要电魂第一时间顶在正面 就算是个这么穷的电魂 也需要他开BKB顶上去 因为TAA他没办法直接上去A人 或者说的简单一点 这个雷泽的作用感觉就是顶上去 把第一轮伤害吃掉 对 因为TAA他没有BKB 其实他这个阵容有BKB他也不敢上 对 他必须要打切入 去打收割的 需要有人帮他开战场 现在BC 这几分钟打下来就感觉 你去死了 奋得到点去了 对 他们的机会真的不多了 除非老干爹给他问送人头 就是几个大哥比如说走位失误 一个人落单了 被TA陷阱看到然后被包抄了 但是我觉得老干爹应该 按这个节奏走下去的话 应该是他们持续压制 碰下第二代盾结束比赛的节奏 很难给到这样的破绽了 戴瑟也是补足了他们 就唯一有可能会失误的 只要他这个分身斐出 TA对他就再也没有威胁 对 他没有任何威胁 他对于自己队友的帮助很大 你想去先手秒人的能力就非常差 是的 LGD也不着急盾消 我们再打打游击运营一下 下代盾我们再一同胜负 LGD刷得非常开心 感觉就是除了蓝胖的其他四个人都很开心 就是到处在刷钱都是带蓝胖buff 而蓝胖干的事情就是 来回奔走 来回奔走先去这个主野区给戴瑟加了一个buff 然后马上跑到上面野区给Nuna加了一个buff Nuna加完buff之后又再找熊猫九仙 再来一个 兄弟我再给你一个buff 不给吗 没事 有灰啊 兄弟省省CD 大哥另外一个可能快到点了 对这个时候花仙子就说了 你可以现在先不给我 但是如果我一会有 他没出一张 他刚才可能觉得那个局势 就是不太需要硬往后拖了 有可能是Y队说 我这个buff给不过来了 你出了一张我这CD了没法给你加 要不你还是出这个莲花球 因为确实不需要他了 在这会儿补莲花球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 可以给戴德压力很小 有两手去解沉默了 对 因为这局的中单和三号位 都是一个核心的 就是都已经具备了 就核心的输出能力了 不需要一个四号位再去补输出 而他出这种功能性 就补助大哥输出的装备是最合理的 对 在这局里面 对 涵化是终于有了双刀BKB 在26分 因为LG已经奔着1万的经纪又失去了 VS的A仗到差的钱不多 主要TJ这个英雄 他一直刷钱跟对面打对刷 然后又刷不过对面的情况下 很难赢游戏 对 他就是一个打快节奏 然后节奏压制对方 打经纪X 然后依靠这个经纪X去滚雪球的一个英雄 并不是后期很厉害的 这个兄弟还胆子很大 义高人胆大 就 也就熊猫九仙没这个跳刀啊 有跳刀他不敢这么操作 只要他解释了 但是熊猫九仙有更厉害的装备 强袭 往前一战 这样的话 胜囊刺客的输出也要大大折扣 有强袭有代则 人均340点甲 一些电魂纯 纯物理 包括兽王吧 兽王那个瓜夫子算是魔法伤害 但是还没出一张 就等于他们这个阵容就是 百分之九十的物理输出全都被 老干爹给化 只能说从现在来看 刚才胜囊刺客 不是打算买MKB 那个装备我觉得也算是未雨绸缪吧 算是能复点杀害突然 一般打九仙是要出MKB 往前跟 刚才一个等力的场上 正好剪刀去肉 没救了 没得到了吧 顶PKB直接开始踢算了 能踢走 能踢走 输出还没有到这么恐怖的地方 是 而且距离是先拉开 他还是比较聪明 知道自己的双刀加被动一速快 先拉开距离再TP 如果他真的站在人群攻击地 我感觉要被A死 是 老蓝蝶打盾的速度 是丝毫不亚于 守王TA的这一方 这代盾 RGD顺势下 基本上PC没有任何翻盘的画面 刚才如果说有一点像 刚才有提到的 比如说RGD反弹速度 大哥被抓 然后把二代盾还是给到了PC 那可能PC还有离战 带着这个英雄这么热闻 就是因为一是他对线 本来就没有什么天地 而且能压一切的增加英雄 这边想通 又来一个 又单杀了吗 举手在做门 AA不着急 后面有恐吓 为什么会有10% 这一波刚才恐吓是取消了吗 恐吓不到了 拉比克坐门银走了 而且拉比克这一局是想当英雄 裸了一个A帐 这一局好用的技能就是LUNA的大招和月光 进一波GP帕克 第一时间往后跳 但是还在继续往前赶 这边应该是没机会开大招留人了 其实拉比克如果够厉害的话 他是有机会能偷到邪影方琳的二技能 因为邪影方琳现在有剑影时间 他摁了那个技能之后 他会有一个翻身的动作 如果你直接偷是能偷到的 如果拉比克有A帐偷到了邪影方琳的暗影之境 你自己来出个什么银月之境的话 可能还有的救 管队最强输出 这边稍微换了一手 但这边毕竟是个黑天路 那可以往前锯追的 燃烧弹已然挂上 这VS想退手 但是走是你走不了的呀 并且连路远前英雄巨蛋动不了 LVS有A帐 我A帐 但就是死两回 必须的装复出还挺可能 就他们其实五个人都在打钱 他们发现自己打不过了之后 就分头打钱了嘛 蓝胖是因为一直 他在增加队友的打钱速度 所以他自己的打钱速度缓了一下 关键是BC酱油肥意义不是很大 23号位的经济还是不够看 对 诺娜已经是在想结束比赛的地方走了 这边是有分身斧 有随随棒的 这输出分身斧CD了 带泽差点被两到 好在是有一个miss了 高台miss本 差点被砍死了 差点就死了 就刚才最后一下不miss是直接死了 对的 因为奶了 直接给了带泽 带泽也是不断的用暗影波带泽的血量 直接站上了高地 带盾冰眼分身斧 大推推加 非常强势的一个拆高 是的 诶 想偷袭 蓝胖 有伯藏 有伯藏抬一手 再跳过去 带泽这个恐怕也夺得出来 保住了应该是黑叫人真行 露娜出处位置非常好 VS 这边会不会打死吗 台在狂坛不止 把VS一套命已经残掉了 VS反手再来一换 把露娜换上高低可以往后走两步 带子输了 伯藏没给出来 不过这一波9000上去 伯藏再来一给 这样的话9000活了之风 应该可以把她抬出来 反手 雷泽选择铜后排的脸 九仙这个大招还是比较扛揍的 可以把对面直接扛住 反射再过来比不出 VS的幻象已然被打掉 雷泽状态也不好 只能向后暂时撤退 这波好像没有那么好上高了 这波九仙是没状态的一个状态 也没大招 算了 Luna这边也是没盾 这波BC非常顽强 反补高地塔 获得50块赏金 其实目前来看 这首射囊刺客的输出还是在的 对 金帕克虽然局势不好 就是队友没有给他打出好的局势 但是他自己的一个经济还是能保持住 然后有一个一号位该有的输出 在守高地的情况下 对面能完成集火 Luna这边也没有 就是他还没出到 就是撒弹这种装备嘛 所以他只能就 他回不了血 他只能有这么多血就是这么多 Luna放的他是要买林肯法球吗 对 一般来说Luna打对面这个阵容是冰眼蝴蝶 但是看到TA那个惊弓棒他不太想出蝴蝶了 所以是 林肯是防了一个 兽VS换或者是兽王大 我觉得林肯不是一个很好的道具这一局啊 因为这个版本 只要破林肯的技能太多了 就没用 而对面的技能都能破林肯 拉底个超远距离的A帐都能破林肯 而且速度非常短 际上回想出锅 参守第一线跳拉开 但这边再往前继续冲杀了 跳过来一脚踩 减的速度还不错 际上 都不能把九线顶住了还是 有大影刀金帕克是直接走掉了 还有两个幻象在继续黏 有折光 跳刀还要一会儿 很丝滑 但是局势还是老外边优势 而且 星一方林发现 大哥不太好拆卡要不我来 感觉还是得他来啊 这个A帐的计划又要提回来了 这鞋影方林的拆塔 那BC是真的没办法 距离太远了 你也换不了他 是的 而且这样的话拆塔 Nuna不用顶上去 他们阵型会保持得非常的好 其实想说的是上一波团 我觉得之所以可能老干爹也没有打下来 还是在于金帕克前期 把TA和蓝胖的状态打下来了 不是 把那个戴泽和蓝胖的状态打下来了 对 就因为蓝胖的一个当时是被换了 对 然后位置太深了 戴泽想救他把技能交给蓝胖之后 然后后排又被电魂开着BQB断掉 那个其实B3团战画面是比较好的 在高地上 蓝胖也是做出了最有用最朴实无化的装备 这局也是没有选择贪心 去自己买一个点击手 做出了绿杖大群章 想早点结束比赛 确实Luna这种英雄很需要一个大群章 确实Luna这种英雄很需要一个大群章 然后绿杖是自己保命用的 拉比克是偷到了暗影之境的 刚看到了 身上是月光和暗影之境这两个技能 但是拉比克自己应该没有任何加工速的装备 他也没有蓝胖的buff 所以他标了一个银月之境 有想法 有梦想的 是的 但是他偷到暗影之境好像时间要到了 月光时间要到了 月光的时间要到了 对月光时间要到了 主要是他没有办法从这个位置瞬间摸一个 打出来 好歹有绿杖 还有莲花球 看这个位置想走TP有没有预判一下 还是机动性太强了 对Planet是意识到TA会TP 居然还在找 因为他不知道TA到底有没有踢走 我也不能在这个位置把这个雷达浪费掉 金帕克确实是很 很想在这个劣势局自己找点机会 还好老干爹双辅助是都有绿杖在身上 没有依靠 就花园子虽然有莲花球 他可以解了开那个暗影之境 但是他没有完全的依靠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操作是有时间的 就你特别是暗影之境有见影时间 哪怕是被TA刚才多A一刀他就死了 对 所以这个绿杖出的还是很关键 然后也有属性加成本人是个全才 距离这个A杖已经非常的近了 他要是没有莲花球加了这时间甲 他两刀就死了 就可能甚至连绿杖的反应都开不出来 现在应该是不着急等下代盾了 蜘蛛王其实现在装备成长 还标了一个蜘蛛甲 有点用吧 但是30多分钟之后的蜘蛛甲作用不大 因为现在Luna的输出 那个攻击力已经不是蜘蛛甲能挡了多少 是的 300多点 蜘蛛甲最厉害的就是前期第一件出出来 那个时候大家都一百多点弓出头 基本上全被挡 现在300多点弓最多只能挡三分之一的数 差那么多 蜘蛛甲来 暗影之星想A人 但是被九仙的技能给直接消耗的上不去了 感觉刚才他中了这么多debuff 想A出来两下都成灭 看一下 偷了一个月光 想上去A吗 Scoffee要被弹死了 好在这边没有后续的弹道能跟得上了 他好像又被燃烧弹给烧死了 拉比克 看一下可仙草 吃了这鲜火 他不吃鲜火就已经死了 他甚至还多买了个鲜火 对 下路TA想带线牵制把人打回来 但是只有九仙一个人回来 TA想趁此机会马上替回去跟队友开悟 想多打扫 但是老干爹非常警觉 直接四个人退回了安全区域 持续能力很强 并且也不用担心对面直接抱团去偷肉山 从我们的上地视角可以看到 这个肉山的刷新时间是非常久的 是的 而且拉比克打Nuna也 就是他开了暗影之境还是会为队友谈到 他只是会无法被选中和点到 但是队友这种不用选中目标就能谈到技能 还是能谈到他 一万一晶级优势 26比10 现在老干爹是完全可以等第二代盾 因为第二代盾已经净刷了 但是是一个长刷新时间 将近满刷新时间的三分钟的肉材 首先这边直接补了一个兵甲 就是双甲在身 因为他就是顶前排去卖的嘛 这局他的双大哥不太好敌人顶 瘦王那个BKB只能被逼出来了 他逼出BKB能走嘛 问题现在就是 好在有跳刀 有跳刀 有跳刀 不过这边可以看到BKB还是蛮有经验的 他现在是拿自己的信使在这边开一条线出去 对 他先用信使的生命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人 对 有人我就多藏一会 等一人走了 但是VS发现不行了 高调破了 直接插了一个爬枪眼就剃了回来 没有机会 这种路太快了 这边灵魂直接破掉 他还要求他找机怪举了一手 他后排VS先要死而且 吼到莲花上反弹了个吼 后面再过来 在虎克还可以保一手吃鱼肉 不过吃鱼的状态还是非常差 就要看队友能不能排一波了 应该回头和血量 向后一波拉扯 VS幻想再次倒地 暂时正面行动一波零花二 往前还能再去予冲锋 虫毛绝拳的幻想还去予打这面的雷泽 雷泽还差一轮骑射 能不能补得掉 后面星野光灵应该在致命伤害 直接送走 VS选择交出队的买活 后续老干爹没有阵亡任何艺人 是的 有带泽的阵容拉扯 非常的轻松 而且辅助也是有双绿杖 包括蝎蝎 A帐暗影之星的输出也是补足了最后击杀 电魂的一个致死输出 团战非常轻松 就只有这个TA会让他们造成 就是让他们需要反应一下 就是如果你绿杖按慢了或者不小心 可能会被秒掉 这是BC唯一一个底牌了 而且他们赢BC赢了BC的绝活英种 在大家都搬他TA 所以老干爹不搬而且还硬的情况下 会对BC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你后面对于LG来讲PP好多 我TA能破得了你 是的 就是告诉你一个信息 我不怕你最强的体系 我就是硬实你别影响 这个就像是 如果别人打老干爹不搬兽 把兽放给了莫延 然后还赢了 一样会让老干爹很难受 但是暂时还没有出现这样的队伍 昨天机器想放 莫延的兽试一下 然后没想到输得更惨 后来还是想想赶紧把他点了 没有 他是第二指的时候 放了兽 然后直接就输掉了 这样的话盾顺势拿到 然后刷牛碎片给到9000身上 结束比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且他也不用 为丹和露娜后期没有那么强而担心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核心 除了蓝胖 蓝胖这局是没有选择转合 其实他也有转合能力 他也能转 但是如果他转合的话 这个局势会差一点 因为 或者这么说 我觉得如果蓝胖也转合成功了 那这已经不是39分钟 我觉得最起码得是79分钟起步 对 如果他出典型的时候没有这个大军章 推推加绿杖的话 可能他会多死很多次 然后他队友也刷不了这么快 因为他自己要刷钱 他肯定没办法给队友都加上buff 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奉献精神的辅助 包括Planet 他的那个莲花球的出装 双辅助都是为三大哥在打舞台 主完全不贪 2万的经济优势 这边下一件 双眼下塔正受到攻击 对 诺娜已经是有了自己的25级 我其实没有注意到 诺娜是什么时候去买这个魔精的 因为现在诺娜的魔精非常厉害 我真是用非常厉害的行李 我记得他那套刚改之后天梯里面 是流行过一段时间 就是利用A杖 然后先把吃到魔精的效果 然后再去打这个输出的 双眼下塔正受到攻击 他这个飞刃我觉得最厉害的不是他近身的输出能力 而是他的那个减伤 对 减伤实在是 就没有任何一个战装核心有这种技能 是的 有这个技能的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技能放在远程身上 就感觉看起来很有意思 对 我觉得这个减伤是一个非常硬霸的东西 就所以之前在我就看到非常有意思 当然可能是我那个分数段比较低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露娜打成了个法师 或者是个肉装法师跳进去放自己的大招 然后再接上自己这样的一个魔精效果 这边信使已经准备好了 五个信使 这个比托普森打魔精要这个阵容壮大多了 都来了 但是魔精还迟迟没有刷新 他们是记错上一次打魔精的时间了吗 不着急应该马上就要有了 莫言说聚光灯往我这打 兄弟们别着急啊 我们打了魔精再上高 不然我是不来的 我要表演一下 托普森能打我就不能打 对面魔精有了 对面魔精刷新了 但是自己家魔精还没刷新 这个时候就要问 就要问了 上次什么时候打的 没有期间吗 来了来了 直接打掉很快 五个信使确实 两个魔精瞬间打掉之后 五个人都用了这个魔精 魔方是给了每个人发了280块钱工资 圣剑TI 金帕克是孤注一掷了 对 这和时间点只有这件道具 理论上有翻盘的可能 他是没有BKB的 对 这对他的切入要求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 他中了任性一个控制技能 他们就会马上团灭 就是丢掉圣剑然后输掉比赛 但是金帕克知道 只有孤注一掷才有机会打身 这个圣堂刺客 他带着圣剑的 好像被秒了 好在开了自己折光 拉比克战王之后 选择一波买活 对麦克战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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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得出费时间好 但是魔道已经正面 该抬了不露娜 还回了够血量 不过自己这个状态 并不是很理想 可以往后一波拉扯 盾还是被打掉了 两个降游全部阵王 VS没有办法交出自己的买活 拉比克战王之后 后排的九仙和蓝胖 全部回去赌表 正面再回来 有下一个显影方铃 开了队阵上稍微挺一会儿 东大帝战王又被空一手 但是可以反手回来 补一波出戳 达克马哥的状态 已经掉得非常快 这边的话雷泽也死 而且兽王可能要被黏住了 那这边还是高住了 并且交出了两人买活 看起来是想 这波直接终结比赛 是的 不想给对面的机会 电魂这边是有买的 看一下他们怎么守 金帕克真的是意高人胆大 他一个没有BKB的TA 站在正面 以自己做诱饵 然后让老干爹的人一看 瞬间TA在脸上 这不去杀他 然后去杀他的时候 被VS一个换 阵型直接一乱 差一点就被TA 全部收割掉了 还好老干爹反应快 边撤边打 及时的撤下了高地 然后反杀了三路 观众面上有人数的优势 并且高地塔一拆路 那拆这条路非常的快 是的 这个塔一定要借这路 我基本上守不掉了 因为TA也没法顶着 这个茫茫多的月人上去出出 是的 最后一路中路 中路已经提前布好了陷阱 但是老干爹这边是有宝石的 哎 不反吧陷阱 不反这个陷阱 其实BC应该是想准备直接开团 电魂是直接踢到正面 还有天上之击 这边换掉了一个九仙 九仙出去 但是有国杖开出了大招 电魂想拴住这边的代则 但是没有成功 是的 团战已经不好打了BC 往后再一退 VS这边的人生中 直接被清掉了 这样的话超级兵一拆 你如果往后退 家就要割 呃 Nuna 戴泽 九仙拆这个 只需要三秒钟 但是他们想杀人 雷泽还杀一下 这边找我顶了一手 硬起了金发的TBKD 但是感觉这边还撑不住 还杀一下 能把圣洁直接打掉 他没有买活 敲出了GG 我们恭喜LGD 哦 干爹根本就不想拆家 只想把人杀干净 恭喜老干爹 这个戴泽 Nuna 九仙的体系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蓝胖 我觉得他们从第一手选 蓝胖就已经 提出反应 彼此 知道了 这是什么